對面的變電站爆了 青衣中電變電站星期一下午的3點多 突然傳出爆炸巨響 現場冒出大量濃煙 消防港道現場救援 就連一公里外的長康村市民 也在網上發文表示聽到巨響 有附近的居民在社交媒體透露 住所一度跳電 受影響的包括青衣城、長康村、長榮村 翠兒花園等的屋苑和屋邨 青衣、荃灣和葵涌一帶 就有多宗市民被困升降機的求助個案 消防署說 新界部分地區在今天下午3點多發生電壓罩降 引發多宗被困升降機和火警鐘鳴響的事故 警方只是調查事件的起因